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时中部长 我是中华统一促进党 倒选党部主委郭启元 在此请陈部长 可以真正的为人民解决疫情的问题 防疫不是只靠戴口罩就能解决的 疫苗才是真正能控制解决疫情的方法 请陈部长与所有的官员们 不要再一直执着着差价在哪里 因为明明有大陆地区愿意无偿提供北京国药疫苗 给我们台湾地区 陈部长你为何不接受稳定的免费的疫苗 请你立即引进北京国药疫苗 人命关天疫苗优先 大家好 我是中华统一促进党主席何文士 新冠疫情蔓延至今 台湾已经出现7806个确诊案例 死亡人数也接近破百的99亿 面对如此惊悚与不幸的数据 已经让所有台湾人触目惊心 当举世公认疫苗是防疫的终极引起 蔡英文政府却能互互自封 不是台湾人民对疫苗因因期盼 人民关天疫苗优先 当全世界只持疫苗火热流通的同时 台湾疫苗却仍然处于20测试阶段 警告民进党政府 这样的禁止 如何说服台湾人民同岛一命 到底还要确诊多少人 还能警醒民进党的神经 还要牺牲多少人民 才能唤醒民进党的那良知 民进党只要抛开意识形态的包袱 接受大陆的疫苗 就以化解台湾生死交官的最大危机 民进党到底在害怕什么 同胖们 天助自助者 让我们发出自救的怒口 向于民意背道而驰的政府呛响 给我疫苗 其余面盘 今天呢 我们总组党必须为您请命站出来 我们站出来 要迫使民党政客 接受大陆的爱心 因为那是我们台湾人民 生命最大的保障 等不到疫苗 疫情没办法控制 我们势无法去 我们总组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